一个穷画家居然成功造出以假乱真的美金 数百万假钞流入市场 穷画家一夜翻身成为超级富豪 然而画家的身份一直沉迷 警方的破案无从下手 在关键时刻 落网的嫌疑人李问成了此案的突破口 而画家的真实身份却让众人意想不到 今天木卫就给大家讲一部国产犯罪电影《无双》 在泰国的监狱里 李问被狱卒带了出来 因为他与一起国际伪钞集团的犯罪有关 香港警方要将他引渡以协助破案 一番辗转来到香港 警方审问李问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 画家究竟是谁 听到这个名字 李问非常害怕 发了风势的叫 看这个精神状态 警方只好让他下去休息 不久警方的会议室里 一名叫软文的女子和他的律师 带着一份担保文件 要求警方给李问办理保释 警方表示此案重大 除非他能说出关于画家的线索 软文表示要和李问见面沟通 才能让他开口 审讯室里两人见了面 在软文的劝说下 李问和警方开始交代 关于画家的事情 起初他和软文都是穷画家 后来他依靠模仿名画作假为生 而软文则是有人欣赏 愿意帮助他开画展 但是软文想让这个人 也能帮助李问 那个人并不愿意 知道了情况的他 不想连累软文选择了独自离开 后来他遇到了画家 让他帮忙仿制美金 画家自称一家三代 都是做伪超生意的 他们有着最安全的产业链 所以从来没有出过市 因为太想出人头地的配上软文 所以他毅然的加入了画家 仿制美钞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信版美钞增加了大量图案细节 和防伪技术 他们必须要制作精细的印刷电板 还要印钞专用的凹板印刷机 变色油墨和无酸值 以解决印刷时的浮水印 和摩尔文等问题 为了获得这些资源 画家那是无所不作 在找变色油墨时 他们还抢劫了 美国的政府资源运输车 解决的技术和原料问题 画家开始制造大量的伪超 拿着伪超 他们在世界各地交易 团队一群人赚的是盆满钵满 这天李温正在破解 变色油墨的配方 却意外邂逅了 某军阀的伪超专家阿清 次日画家带着他 来到军阀的基地出售伪超 而军阀却想把他们扣为己用 好在画家早先让人在外埋伏 双方产生了激烈的战斗 危机中李温看到被火淹没的阿清 他立马冲进去把他救了出来 事后他们找人医治好阿清 并让他待在了李温身边 在最后一次交易里 画家得知交易对象是警方假扮的 于是他假装出售电板 让李温杀掉此人 但是李温不敢动手 最后还是画家杀掉了那人 要在这样的团队里生存 必须学会杀人 于是画家又逼他杀另外两个 种种行为让李温实在受不了 最后把枪指向了画家 阿清见此状况 立刻帮助李温解决其他人 最后两人逃到了泰国 在那里画假钞被抓 才有了现在一幕 讲完一切 警方描绘画家的画像 便让李温假释去酒店休息 次日警方抓到画像描绘的人后 发现此人并不是画家 等到警方赶到酒店时 两人早已不一而非 原来一切都是骗局 李温就是那个画家 所有杀人越货的事情 都是他做的 来救他的软文 其实是阿清 当年火海被救后 他就被整人虫软文的样子了 海面上阿清对于李温 把他当软文的替代品 一直耿耿于怀 失望的阿清 引爆了船上的炸弹 两人葬身了海底 影片最后我们才知道 软文并不认识李温 他以前只是住在他隔壁 所谓的两人一起度过穷苦日子 不过是李温自己的幻想罢了 说假话的最高境界 莫过于连自己都骗 但人在座天在看 骗得了一时 骗不了一世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